大家好,在今天这波视频当中,我们就继续中古战锤的著名战役系列 与大家分享一场,并当中,爱人与狮人魔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战斗 断腿峡谷之战 这场战斗也和上期的鲨鱼血之战有些类似,也是分为前后两场 另外在全战战锤当中,这两场战斗和相关的地图也被改编成了 爱人突破王战役过程当中的这个龙披风神器任务 可以看到在这两场战斗当中,我们这里面对的敌人 都是这位叫做纳什拉克的兽人战将引导的一支绿皮军队 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图防的战役过程当中 一般需要我们占领的第一座小城就是这里的纳什拉克巢穴 而这两点确实也是去自原版背景当中的设定 首先纳什拉克在背景当中算是一位非常狡猾的兽人战将 他不仅曾在白银赤炉这里逃过了制高王索尔格林的追捕 而且在北上逃到千锋爱口这里之后 也让屠夫王阿格里姆感到非常脱疼 因为虽然屠夫王曾经在三四主动出击当中都击败了纳什拉克的军队 但最终也都没能把他们彻底剿灭 纳什拉克和他的主力总是能在最后逃之夭夭 而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在纳什拉克的军队当中 有一支凶残嗜血的十人魔佣兵部队给他们断后 而且这支十人魔佣兵的首领就是他们的传奇佣兵队长 高尔格法格世人者 本来纳什拉克对高尔格法格的十人魔佣兵是非常满意的 认为自己是找到了应对矮人的支撑法宝 但好久不长双方的合作很快就出现了矛盾 原因是纳什拉克后来逐渐无法忍受高尔格法格手下那伙粗暴鲁莽的神魔佣兵 因为他们不仅经常偷吃大量的低精 而且还喜欢在部落当中彻夜狂欢酗酒闹事 搞得整个部落都对他们怨声载道 因此在后来的一次圣打的酒院上 赫高尔格的纳什拉克就与高尔格法格发生了直接冲突 接着在双方肉搏的过程当中 高尔格法格当时是直接扯下了纳什拉克的一只手臂 然后他也就直接把那根手臂当作武器 带领他的部下冲出了纳什拉克手下一大群绿皮兽人的包围 成功逃离 而接下来非常务实的高尔格法格就直接选择去投靠屠夫王 随后也就是当时他手上的那根纳什拉克的手臂 为他赢得了屠夫王的信任 那这样在有了高尔格法格的水魔佣兵援助之后 加上他们提供的情报 屠夫王的军队很快就在断腿沟峡谷这里 找到了纳什拉克的营地 那接着通过一场围歼战 屠夫王终于是在高尔格法格的帮助下 成功将纳什拉克的绿皮军队彻底剿灭 这样在解决了这个心腹大患之后 屠夫王当时也非常豪爽 直接付给了高尔格法格一大笔佣金 本来双方这样也就合作愉快 好聚好散 但可能是因为当时在庆功宴上 高尔格法格和手下的水魔佣兵 喝到了卡拉克卡德林上好的NP9 所以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就在半道上洗劫了屠夫王的一个贸易车队 偷走了全部的NP9 那他们这种汪音负义的背叛 自然是让气愤的屠夫王 当时在仇恨之书上 重重记下了一笔 而之后高尔格法格和手下的佣兵 就窜逃到了帝国 在穆特岭他们是找到了他们最爱吃的半山人 但在被半山人赶走之后 高尔格法格反而又因为是在卡黄手下战功卓越 而得到过卡黄的授勋 那再接着他们又翻越灰色山脉 来到了巴托尼亚 并吃到了当地的罐头食品 然后他们又辗转到了提利尔 并成为了卢西尼城邦的 洛伦佐卢伯王子手下的佣兵 但之后因为他们在城内经常霸凌平民 到处闹事 所以在被逮捕关押后 最终他们是被洛伦佐王子 转手卖给了边境亲王岭的一股势力 虽然接着在战事平仑的边境亲王岭 高尔格法格和他的睡魔佣兵 转得培满不满 但因为在这片荒芜之地 他们也找不到什么美食美酒 所以之后他们在听说绿皮又开袜 与矮人四处开战的时候 高尔格法格和手下 就再次来到了世界边缘山脉 并且这次他们效力的一支绿皮军队很快又来到了之前他们熟悉的尖锋爱口这里 虽然到这时候 距离他们当年离开这里已经过去了五年多的时间 但在听说高尔格法格又来到了尖锋爱口之后 屠夫王就决定要找这位已经在旧世界臭名昭著的神魔佣兵队长复仇 而这次在知道了高尔格法格的喜好之后 屠夫王就决定不再直接出兵与对手正面交锋 而是采取幼敌深入的策略 让高尔格法格落入一个陷阱 具体就是屠夫王首先让手下迅捷的癌游侠组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贸易车队 然后又给车队装上了大量廉价的劣质酒 接着这支贸易车队在没有配备太多矮人护卫的情况下 就伪装成了一支要与制高王贸易的商队 直接走尖锋爱口上路 然后很快屠夫王的这支高调跑商的车队 就被高尔格法格所在的绿皮部落的叶丽精赤猴发现 而在听说这商队运送的是大量的矮人啤酒之后 他们就立即出兵去抢劫已经让他们垂涎三尺的矮人啤酒 那接着在矮人这边在得知后方有大批的绿皮军队驻来之后 他们就立即把车队转向了大道旁边的一个山间峡谷 随后在那支绿皮军队和高尔格法格的深谋佣兵快要追上他们的时候 这些矮人就丢下所有的自重直接逃走 那很快绿皮和高尔格法格的佣兵就追到了矮人丢下货物的地方 而当时面对周围大量满车厢的矮人啤酒 这支军队当中的绿皮兽人和高尔格法格的深谋佣兵就立即陷入到了一场混乱的哄抢 而且当时高尔格法格也顺手从身边的一位绿皮兽人那里抢来了一瓶矮人啤酒 但是当他抬头一眼尽的时候 他就察觉到了事情好像有些不对劲 一方面是这些啤酒的口味明显不对 而另一方面则是这周围的地形他也似曾相识 但接着在他反应过来重重的摔下手中的矮人啤酒的时候 屠夫王率领的一支矮人大军就已经从周围冲了出来 将他们在断腿沟峡谷这里团团围住 那这样接下来务实的高尔格法格和手下的深谋佣兵就直接缴械通降 而随后面对一大批投降的绿皮和深谋俘虏 屠夫王当时也没有在耗费人力污力把他们斩杀 而是将他们押送到了卡拉格卡德林地下 有一个巨大的矿洞改造的监狱让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 但在几个月之后让矮人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们在去探监的时候却发现高尔格法格依然还活着 只不过原来监狱当中所有的绿皮兽人已经成为了在一个角落当中的一大堆白骨 而在另一个角落则是一片食人魔的尸骨 而当时在高尔格法格身边仅剩的一位食人魔则是他长期以来的酒友斯卡夫 但当时他的一条腿也已经被高尔格法格吃掉了 那接着在屠夫王得知死事之后也是被高尔格法格这种顽强所折服 所以最终出人意料的是屠夫王还是决定把高尔格法格放了 但随后也是把他押送到了很远的黑暗之地才把他真正释放 而高尔格法格在之后不仅又重新回到了爱上上面的故乡 而且又招募了一批食人魔佣兵准备再次开始他的旧世界之旅 那到此这前后两场的断腿勾峡谷之战也就介绍完了 但对于第二场战斗与官方的背景资料就存在前后不一的描述 所以阿卜在前面也做了一些剧情改动和细节补充 在八版军书当中是说到了屠夫王最终是率领一支屠夫部队 在断腿沟峡谷把高尔格法格降服 而在第六版和四版的军书当中则是提到了高尔格法格的部队 是在缴获了爱人的啤酒之后全部都喝得酩酊大醉 而在他们醒来之后就发现他们身处的地方已经是卡拉克卡德林的地下监狱了 另外就是当年高尔格法格出生的塞铁皮刀部落 也已经作为一个AR派系引入到了战锤3当中 所以SASA的话这位毕竟当中最有故事的神魔传奇 未来在DLC当中出场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 那好了今天这部分享中国战锤著名战役的视频也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那更多这个系列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去看UP的这个合集 同时未来UP也将持续更新这个系列 因此还是喜欢这类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关注订阅或者是打赏支持 同时这里也特别感谢口泥口酱从暗影中回归 努力的小小微震疗中狼酱小慕汁又霜若镯三千青丝背白发 这些小伙伴在近期对UP的充电或者打赏支持 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